南投草豚在10月初 有人家中的水豚离家出走 下落不明 而现在传来好消息了 有网友开车时 发现有一只水豚挡在车道上 一开始还以为是一只狗狗 事后联系上四组 希望这只水豚君能够赶快回家 路上有水豚耶 天色昏暗 草地上有个灰蒙蒙的身影 原以为是小狗 但走近一看大吃一惊 水豚耶 这可以养吗 居然是一只可爱水豚君 悠悠哉哉再散步 靠近他还会警戒逃跑 途经中心交流道系统的时候 我就想说 路中间怎么会有一团东西 想不到这个一照下去 竟然是一只水豚君 他看到我就哇 就这样跑了 究竟是谁家的水豚君 9号深夜12点多流浪到国道3号 中心交流道杂道 疑似就是10月初南投草豚的夫妻水豚 当时母水豚已经抓到只剩公水豚继续逃家 画面曝光也让施主相当转分 刚好离我家也差不多就两三公里左右 我们就准备了一些网子啊 笼子啊 叫一些朋友 从12点半找到大约3点 就大家都放弃了 虽然还没寻货 但消息已经让施主开心不已 将继续搜索 希望水豚君尽快结束流浪季 赶快和妻子早日团圆 记者曾路成南投报道